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说法 如果一个女大学生在她放学的时候 就去夜晚兼职做陪酒女郎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女大学生不洁身自爱 但同一件事反过来说 效果会完全不同 就是说一个陪酒女郎 她在公余的时间就攻读大学的课程 突然间就满满的正能量 所以一样东西怎么包装 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效果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如何将薯仔变成黄金的故事 支持阅读 支持文化工作 如果我没得了 没人做的了 没人讲书的了 还不加入VIP? 话说你是一个国王 你想想一下你要带领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今天就骂饥荒 人民就没东西吃 农作物就失收 大麦小麦产出就不够 现在人民就说要搞革命 要反对国王 出来暴动 你现在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农作物 其实就是可以解决粮食的问题 这种农作物就是马铃薯 因为马铃薯的产量很高 营养丰富 容易吃得饱 也容易获得 也很便宜 只要将这个国家的国民 全部都变成不吃大麦小麦 吃完马铃薯 其实粮食问题就得以解决 但今天人民就不太听话 他就不喜欢吃马铃薯 你就算是怎样推荐它 他都不肯吃 原因有三个 第一就是他们觉得 那些马铃薯就不是一些 就是见得光的东西 因为马铃薯就在那些 埋在地底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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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的 他们就不肯吃 觉得这些东西很便宜 第二就是 当地马铃薯是属于一个 叫茄科的植物 吃茄科的植物 在当地的例子 是屡见不市的 所以大家就觉得 马铃薯是有毒的 而事实上 马铃薯的未煮熟之前 其实是轻微的毒性的 这是事实的 所以人民就觉得 马铃薯的东西 不是正常的农作物 不能吃的 不要吃了 第三个原因 就是在圣经上面 没有写马铃薯可以吃 因为当地 是一个天主教国家 或者是基督教国家 圣经经常说 一间大麦 一间小麦 就不会说一间马铃薯 那些人就说 圣经也没有写 就是说 神也不想我们吃 所以就吃大麦 小麦 就不吃马铃薯 这个就是大家拒绝 接受马铃薯的原因 那你怎么做好呢 十八世纪的普路士国王 培肥特列二世 就是面对同样的问题 他想解决这个糧食的危机 他也想到这个马铃薯 作为去解决的方案 他尝试去和这个人民 推广马铃薯的好处 就说 马铃薯这个东西 就很有营养的 吃得饱的 我们皇室 就是我们这些皇后 都开始吃了 这样去promote 想人民去吃 但是人民 就是你有你说 他始终都是不肯试 始终都不肯吃 依然是熬肚饿 也不肯吃 那怎么办呢 现在皇帝就想到一招了 就说 喂 你帮小子不听话 不肯吃 好 我就不给你吃 我就将这个马铃薯 变成了一个皇室的 尊重的食品 皇家的蔬菜 只有皇亲国戚才可以吃 一般百姓 你连种都不可以种 只有国王可以种 或者罚款 然后 然后肥特利二世 甚至是派一些士兵 去看着人民 就说看着他们 不要让他们 那么容易 就是种到马铃薯 管着他们 你不准种种 你不准种种 你不准种 就罚款 但事实上 其实暗压底 他就不是真的这样做 因为大家可能会知道 既然你都想他们吃马铃薯 还有什么可能下禁令 下了禁令 他就更加不吃 那么肥特利二世 就特意这样做 就派一些士兵 做一个感觉 就是说那些士兵 去管住他们 人是很坏的 很烦战的 总是你越不想他做 他就越要做 他就说 王家蔬菜? 马铃薯? 这么搞笑 为什么国王可以吃不给我们人民吃呢? 国王想收藏一些好东西 于是这个肥特利二世 习机就把马铃薯 放在很近他们的地方 让他们可以轻易拿到 也让士兵 叫他们 只眼开只眼闭 不要真的管着他们 就假扮黑眼睡 就让人民 就可以拿到这些薯仔来吃 那些人民就开始 偷偷地种一下 又吃下煮 就发觉都不错 跟小麦的效果差不多 结果慢慢 整个国家的人 都开始违法地吃这个薯仔 然后在这个王国里 还流传了一个留言 就是说 什么东西才会放在地底 放在地底的东西 当然就是很珍贵的东西 例如是黄金才埋藏在地下 原来马铃薯 都是等于黄金那么珍贵 所以他才要埋藏在地下 同一件事 以前就觉得他的地底是不值钱 现在大家肯吃的时候 就说他是黄金 所以当大家的信心改变的时候 整件事都不同了 很快 整个城市都疯狂地抢购了马铃薯 这个国王 见这个时机已成 就说 我不要违背民意 既然这个民心所向 大家都想吃马铃薯 我将这个黄金的蔬菜 就分享给国民一起享用我们普天同庆 人们千恩万者 就说国王万岁 同时也解决了这个黄国的糧食危机 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 其实由头到尾 这个马铃薯的实质价值 都没有改变过 它都是那个马铃薯 都是那个营养价值 但是当你用一个实质价值 他尝试说服人去使用的时候 说给他的营养很好 很吃得饱 很容易种 那些人民是不输理的 是不能够打动人心 但是一样东西的 那个认知价值是可以不同的 认知价值是那些人怎么看它 当国王觉得他 是一个普通的农作物 去推荐的时候 那些人就不听 但是当国王 将这件事转一转 就说这个是黄室专用的 那那些人突然间 哇 这件事很棒 同一件事的价值突然间就不同了 这个故事来说 对于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因为我们不能够轻易地改变一件事 或者一样东西的实质价值 但是通过一些不同的包装 不同的说话的方式 我们可以将它 给别人的认知价值得以改变到 而这件事可以产生非常大的效果 下次当你想推荐自己 或者销售一个产品的时候 可以不妨想一想 马铃薯这个例子 可以想一想 如何重新包装它 令到别人更加容易接受 我下次聊 我想大家都会想知道 到底有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可以令到我们人类变得 不要那么邪恶 少些暴虑 多些爱与和平 答案可能在金字塔身上 答案可能在金字塔身上